第15題 下列何者最適合使用感應起電的方法使其帶電 我們在上課的時候教 我們摩擦起電通常用在所謂的絕緣體 感應起電通常用在所謂的導體 所以要適合用感應起電方法導電的 必須帶電的呢 應該是所謂的導體 所以我們答案呢 要選的是B 鐵棒 第15題問我們說 何者最適合使用感應起電方式使其帶電 我們答案選B 鐵棒